爬宠缸改造完成居然没花一分钱 然后用了很多发泡胶什么的都粘在一起了 就想着嘛这个缸毕竟当时花了这么多心思啊 所以说今天就打算不把它翻缸了 想着把它重新给修整一下啊 看一下到后面会做出来一个什么效果吧 现在呢主要就是啊 需要把这些螃蟹啊辣椒蟹什么的都抓出来啊 不能再养这个螃蟹了 这个缸我们打算就把它当做一个这个水路缸啊 养一些鱼吧好吧 第一步我们就是把这个螃蟹啊给抓出来 我这里啊弄了一个简易的这个螃蟹啊 暂时的七十锁啊 上面弄了一些桃粒啊 这是桃粒 然后下面弄了一点水啊 我们把螃蟹啊抓到这里面来暂时养着啊 好的啊 现在这个缸呢 我们就把螃蟹啊全部翻出来了 然后啊我又稍微弄了一下啊 因为我在翻这个螃蟹的时候啊 发现好像有螃蟹啊在里面啊挂掉了 然后长了很多虫啊 被很多虫子在啃食啊 就比较的那个很恶心啊 所以说我整理好了之后再给大家拍啊 然后上面再覆盖了一些这个水草泥啊 这个没关系的好吧 现在我们这个缸啊 基本上就恢复了原来刚开始啊 造景的那个模样了 我们现在给它添加一点这个湿水苔吧 这个湿水苔啊 其实它的作用啊 主要就是为了保湿啊 使上面的这些啊 陆地上的这个水草啊 不至于太过容易啊 损失水分啊 然后造成干枯啊 行了啊 我们现在水苔啊 铺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你看每一层都铺满了水苔 然后我们现在去搞一些这个苔藓啊 种上去 你看啊 这是我们这边的小区啊 然后我在小区的绿化带这边啊 发现很多这些苔藓啊 是吧 嘿嘿 这么维猜的 所以你看啊 这边的小区啊 然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